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说 再来看一下这个录制聚集的程式里面 你会发现这个Range非常非常的重要 应该是Excel VPA里面 算是所有物件里面最重要的 我刚刚有提到 然后再来就是说不过会有一个状况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这个Range这个范围 它不断的出现 总共出现几次 1、2、3、4、5次 那就有同学说老师那这个地方重复出现5次 那可不可以帮我把它简化一下 那所谓的简化就是说 可不可以不要让它只要出现一次 那其他就是用什么东西代替一下就可以了 有没有这种写法 其实是有的 不过这个当然你不会也没关系 因为程式你要不要简化 有的时候是一个写作风格上面 当然不会也没关系 但是会的话 让你的程式会更精简 那所以如果你要简化这一段程式的话 那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如果你要简化程式里面的物件 那你必须要学会一个叙述叫with 所以你们可以在程式里面常常看到with 然后结束当然就endwith 所以头在这边 那你可以把with后面加上什么?加上这个物件 range ok 把这个物件放过来 记得头在这边 尾巴在哪里?尾巴记得就在最后一行 你加上endwith 记得哦 有头有尾 习惯上这样 然后呢 把中间的程式全部都换到下一下 按个tap键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简化 怎么简化? 只要你看到底下有个叫range range 然后A2到L三车 这个物件 一律就把它删掉就可以 记得留下点 所以哦 记得哦 你有with了 好 那就把底下有看到这个物件的名称 delete掉 但是一定要保留点 ok 所以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这个有一个五个 ok 到这里 好 这样的话呢 就全部呢 把程式简化了 你会发现哦 好处就是原来是一堆range的 现在的话呢 只有一个头 底下呢 只会剩下一个点开始 那你就把 你就知道哦 这个点开始 那就表示说 他的开头是这个物件 那就放在上面就ok了 那看起来当然程式 似乎会感觉比较精简一点点 但是呢 是不是需要这样做啦 当然就可能看每个人的习惯 如果有人习惯 咱们 还能哦 好 就是